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可能会说 写意花鸟画是表现花 表现鸟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全面 或者是有偏差 为什么呢 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以物来抒情的 所以说应该明确这一点 写意花鸟画是表情的 写您的情 写您的意 这样这花鸟画才生动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竹子的画法 我们主要是以末为主来去进行表现 我们为什么画竹呢 古人有一句话 就是未曾出土便有结 到陵云处更虚心 这两句话就是说 竹子在没有出土的时候它就有结 竹边竹笋到竹根全有结 这个意义双观呢 就是我们体现就是说表现一个人有气节 所以呢 我们对竹子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今天呢 我就要教大家去画竹子 大家可以看一看 像戒子人画传 高松竹谱啊等等这些书 结合起来进行学习 下面呢 我就开始来边讲边画 画竹杆啊 一般用稍微大一点的笔 我先调中等墨色 这个墨色啊 一定要调到笔根 如果不调到笔根 画出来的 笔根上是清水 干了就没有形象了 水分不要太多 给它刮一刮 然后在零画的时候呢 笔尖上再调一点浓的墨 画这个竹根啊 一定要中锋行笔 中锋行笔 就是立起来 立起来走 到这儿 顿一下 提一下 然后再顿笔 行笔 这么调一下 出去 这是粗的竹杆 如果画细的竹杆也可以换笔 或者是不换笔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要连贯 要连贯 绝对不允许 画到半截 一看 墨不够了 我再去从调 这样戒不上了 这个墨色要连贯 这也是一个要求 如果说你要是不连贯的话 也容易造成 就是忽粗忽细 一截粗一截细 这个就不是一个主干了 气就断了 有人在学画的时候 他脑子里头太僵 直极了就好像拿尺子画出来的 不好 没有什么感情 画竹子要注意 画竹必先立竿 这是古人讲的 也就是说先画竹根 这个竹根在墨色上 要有所区别 有的从整体上来说 稍微浓一点 有的稍微淡一点 我现在再画 大家看 这是一种穿插 穿插的时候注意什么呢 不要撞过去 这个笔要有意识的抬起来 我管它叫什么呢 卖过去 就好像您卖门槛似的 你要是直接了当 不管这门槛一下转过去 那就要摔跤 他这个如果说您不卖过去 前后层次就分不出来了 这是画竹根 要像写楷书一样 这么去画 总体墨色是中等 在这个中等墨色的基础之上 有浓有淡 所以古人也讲了 就是说画竹根要有阴有阳 实际上就是说墨色上要有变化 下面呢 我就再讲一讲 点节 这点节呢 要比画竹根的墨色浓一度 点节的方法是这样的 顿一下以后 起来再顿 把这个节 在节点上 这个不是 它墨色上比它重一度 有的同学说 我没看清楚 我现在这样 顿一下以后 走 再顿一下 这是一种 点个节 有一种是 这么走以后 往上 都可以 它的要求是 两端要顿比 中间要形成弧线 为什么要有弧线呢 因为竹根是圆的 你要是特别直的线 那竹根就扁了 所以一定要这样的 从透视角度来说 有的人是这样 这弧线往下走 也可以 但是呢 在一篇 这个一幅作品里面 应该是统一的 这个两边这个呢 表现出它有点 那个要长小枝的 这个颜了 这个就是点节的方法 点完节以后 要出枝 有一句话叫 不要节外生枝 也就是说 竹节在这儿 一定要在竹节处 生小枝 不许在中间 生小枝 下面看一下 从这儿出枝 它也有节 有节 有节 画这个小枝的时候 应该想写草书 就是啊 稍微的草一些 不是潦草 而是一种啊 很虚的一种概括 要注意呢 这点啊 这儿可以出来 出去 这儿出了 这边在这儿出 可以啊 就是让它变化着 这个呢 在这边出 有的主角啊 不一定非得要 出叶子 张小枝 这是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 去画的 我画到这儿了 那我就要讲一讲 画竹竿 和出这个小枝 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一会儿呢 我再讲这个叶子 啊 画这个竹竿 有几个忌讳 这个一定要跟同学们说清楚 啊 这第一个就是这样啊 炖完了以后走 再炖 这个古人叫大鸡饼 炖的不自然 应该是这样的啊 像写字一样 啊 这个动作 应该稍微小一点 但是要到家 啊 不能太做作 还有一个机会 叫对截 什么叫对截呢 您看我刚才画的这个 截是错落的 如果说 我再画一个 哎 这么走 再走 我 再走 哎呀 截在一起 对截 不好看 还有一个呢 就是平行 你看这两个杆 有点近似于平行 啊 这都不好看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啊 不要参与纸边的平行 你看我这个出枝 整体来说是倾斜的 啊 假如说我在 我在这出一个杆 虽然说在用笔上 呃 好像还可以 但是呢 有点太跟它平行了 一看 特别斯文 出枝 小枝 有一个机会啊 你别说这本出枝了 啊 你这本还出 这是一种对称 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均衡 在世界万物啊 有很多的东西 啊 包括我们人在内 是吧 有两种美 一种是对称美 一种是均衡美 这个不能够乱用 啊 有些东西要求是对称美 啊 你比如说 呃 拿人来说 啊 我的耳朵是对称的 眼睛 无论是大 无论是小 应该对称 对称就好看 一个眼睛大 一个眼睛小 这个 细看某一个眼睛都好看 俩搁一块也难看 出小枝我再说一下啊 这小枝啊 这么走 走以后啊 哎 用笔啊 轻巧一点 虚一点啊 虚一点 有点变化 就好了 一般 一般往一边出 有个别情况也可以 那边出的多 这边出少一点 呃 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呃 应该是 呃 打破对称就行 啊 下面呢 我再讲一讲 竹叶的画法 竹叶啊 竹叶啊 很难啊 不要把它看成说 呃 这叶子很容易 其实呢 组合关系和它的形 这个是两大难点 啊 呃 如果竹叶组织好了 将来你画别的东西的时候 那都是很容易 啊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画鸟画里面呢 有一种叫 呃 以前我讲过的荔枝 桃子 这些长叶 它的组合关系 把这个竹子作为一个基础 那就迎刃而解了 啊 呃 竹叶应该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 我们画它的时候 是 时岸虚起 啊 时岸虚起 如果 把一个竹叶 咱们用双钩的方式 去表现的话 它应该上有肩膀 下面有尖 啊 我们所用的笔呢 也应该是稍微硬一点 啊 硬一点 这样这个笔尖 能够表现出来 啊 在讲竹叶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呃 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 不要形成很粗 很软 啊 太软了 太软了 这有点像桃树 还有一种呢 就是细 软 这个呢 是柳树 所以古人讲 寄 桃 柳 下面我再说一下 这个组合关系 古人讲 就是画竹 要成字 古人总结了很多 成字的方法 啊 比如说 这个 我画一个以后 两边各画一个 这就是个字 啊 然后呢 我还可以画这个 哎 这就是分字 如果这两个对的比较齐 啊 这个像介绍的戒 像戒字 分字 画语竹的时候呢 可以有这个三笔往下垂 一笔翘起来 这个叫一穿 四穿的穿 啊 一穿 就是垂的比较多 小印要翘起 形成一种变化 啊 还可以呢 用这个人字 两笔是个人 所以看起来两笔三笔四笔 啊 这个都可以成字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它的基本单位啊 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个主意儿 应该是一个小组 然后叶子是小组与小组的组合关系 我们在入手学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啊 是从一种入手 然后你在变化别的 或者是啊 从中里面呢 再加入一些别的 然后我们再注意 破字 你不能这一篇 让人一看 哦 全是个字 全是介字 全是字 这就不好了 容易就是太死板了 所以在个别的笔画呢 我们再填几个笔画以后 让他把这个字再破一破 以字为主 然后再穿插变化 这就是既要成字又要破字 先学会成字 再学会破字 我们在练这个的时候 有一种办法是比较好的 你比如说我画小织啊 在写一花鸟里面呢 这个竹子用的特别广 有的时候你可以啊 就是一幅画 以竹子为主去画它 就画竹子 它是主题 另外还有呢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不景 这竹子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一年四季长青 所以呢 一年四季的这个花卉 都可以用竹子来点缀一下 我现在从这边出 大家在练的时候啊 从四面八方处 这个像写草书一样 断断续续的 因为它有小节 我还可以从这往上翘 一般这个翘的竹子呢 叫情竹 你看四面八方 然后我们这也等于是定好了一个构图 然后画叶子 画叶子的这个水分呢 比画竹竿稍微的多一点 因为它画起来比较迅速 如果笔太干了以后 呃 出现很多非白就不好了 你看啊 今天我给大家讲 简单的 两笔 这就是个人字 一二 然后可以再补充一下 你说是戒字也行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再破一破 我们画叶子的时候啊 还要忌讳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叶子全一边来 竹子是扁的呀 你正面看 宽 侧面看 薄 窄 所以呢 我们画的时候就不必那么拒紧 不必那么拒紧 你看啊 一二三四 啊 很随意的去画它 不必太拒紧啊 太拒紧了 反而这个效果不好 这个小枝啊 刚才为什么让大家画的虚呢 其实最后可能有的漏得出来 有的漏不出来 有的呢 被叶子盖住了 也就盖住了 无所谓 刚才画的这些都是往下垂的 这个是往上翘 往上翘呢 在用笔上 比它那个稍微有点区别啊 你看 说往上挑 往上挑 这个往上挑 再补一补它的小枝 所以最开始画的小枝 不是说最后完成的效果 没有小枝可不行 有些人呢 就是画的 这个叶子很多 但是缺少小枝 那就是串不起来 它叶子全都散了 这里面呢 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一组叶子 它要有一个总的趋势 我们在中国画里面啊 讲究气 你看这个 下来 这是主要的趋势 一个大弧线 旁边这个是辅助 没有辅助 不行 不丰富 辅助超过它 宣宾多主 就不对了 有一点是要忌讳的 是什么呢 爆炸 什么叫爆炸 我给您简单的说一说啊 比如说我这儿 画一画啊 这儿有叶子 这儿有叶子 这儿还有叶子啊 画的说 不管这个主体的气势在哪儿 我就往四面八方画 这一穿 结果谁是主 谁是福 不知道 缺乏这种气势 这是不对的 下面呢 我就画一个小画 大家看一看 水分不要太多 给它刮一刮 然后在零画的时候呢 笔尖上再调一点浓的墨 我现在先拿粗一点的笔 画干 好 这个节不要给它衔接的特别死 中间要有一点矿 灵动 衔接太死以后就不灵活了 但是脱节也是一种毛病 以这一个粗的竹子为主了 那好 我还可以再画细杆 这个细杆啊 可以虚出去 我把这两个杆啊 它分散着呢 我给它结合在一块吧 不要对节 是吧 都让它错落 这个节长节短 无所谓 也别太近了 太近了也不好 所以有的远点 有的近点 这个很自然啊 我这也可以出去 然后点节 点节也不必画得太拘谨 叶子怎么布 古人讲 这个叶子不能一边旧 这个旧呢 就是说安排的意思 一边旧 它就是一边倒了 应该考虑到 它是左右都有 是一种均衡的一种关系 那好 咱们把它 咱们把它 这点啊 我这么出来以后啊 等于把它 给它牵住了 这边出 往这边出一出 这是从它那个节在纸外 它呢 等于我在打草稿 我怎么样去安排叶子呀 打一个草稿 下面呢 我要画竹叶了 画竹叶要注意 墨色 最开始画的 都是主体的叶子 所以墨色要浓重 要浓重 水分要饱满 用笔要有节奏感 大家看啊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 哎 有节奏感啊 不要一个印 一个印 那么去表现它啊 它压住了 就让它压住啊 有同学要问了 您这是什么字啊 我这个是这个 以这个重人为主 然后呢 又把它给综合在一起了啊 古人讲这个撇印 你看我这笔啊 撇 嗯 俩对称了 对称以后 没关系 这叫因势利导 我添一添 这边低了 这边高了 我就不对称了 主体的叶子 基本上出来以后 适当加水 逐渐的过渡啊 加水 不要再 呃 调墨了啊 这个时候出来的 叶子啊 就是 虚一点的了 淡一点的了 再加点水 调一调以后 笔尖沾点水以后 呃 有一些空白 是需要把它堵一堵的啊 让它的叶子啊 彼此之间都有一种气的 一种呼应关系啊 它下来了 它接过来 往下垂 啊 从这过来了 这是主要的 让它比较明显 好了 我们把以前所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这是褶石啊 加点墨 调褶墨 我这一条 大家就看出来了 呃 打算要画麻雀 我这为什么啊 先画它的胸腹呢 这样解决它能够落在这啊 啊 如果你从头开始 有的人画完了以后呢 他就呃 肚子往下了 或者他提的太高了 啊 下面呢 用一个小一点的笔 就刚才我画猪叶呢 就可以啊 把嘴 画出来 这个塞斑 呃 大家在学麻雀的时候啊 看一看 我以前所讲的麻雀的画法 里面有很多可以呃 大家参考的东西啊 爪子 落在这儿 爪子上面这个 它这个肚子这点啊 应该是虚的 因为它没有靠得很紧啊 呃 这张画啊 这边的东西比较多 啊 这边是空的 我们提款的时候呢 可以就它这个位置来提 啊 这张画呢 就是这点啊 呃 比较密集以后 出来一个杆 让主题 落在这儿 呃 在沟图里面呢 这也叫舞台 啊 一定要把这个鸟啊 呃 安排在一个舞台上 这样的话呢 主题突出了 今天这节课呢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莫州的画法 从 立杆 点节 到出枝 布叶 同学们在学习画竹的时候呢 先把老师的和古人的东西啊 能够继承下来啊 认真去体会 这样呢 就能够很好的去入手 然后 你再到竹林当中去体会 看它的结构 看它的一些精神 看它在刮风啊 下雨啊 各种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的一些变化 这样结合起来 就一定能把竹画好 啊 希望同学们认真练习 能够把这个竹子呢 能够真正的掌握起来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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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